看一下加对阵YS的第三局下半场 这把的话已经无关这局的胜负 今天YS能够战胜加确实是大家可能都没有想到的 这种上面来讲呢 这把迪宝涛红夫人带个金身其实挺好保平的 就看他的镜子能不能正常的抓到人了 这镜子如果说就比如说两镜都不用两镜 我三个镜子带走一个律师或者杂技 抓心理的话三个镜子 可能还得看一看 就应该不太可能去抓心理吧 抓心理节奏有点慢的 真要抓了也行 就真抓心理呢 就可能就不太有机会争胜了 找到杂技吗 直接抬这个镜子过来一刀没有 逼掉球以后 这边成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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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置上面来讲逼掉球 然后怎么说 包夹逼掉球 切过去 没有交互点吗 有交互点 有交互点 还是让陈仔这边一个跳球进入了交互点 进入交互点呢 这边就有机会能操作了 再等一个镜子 再等一个镜子 下一颗球好了 你抬进 我捏球 一刀 哇 这波球跳的真好啊 哎 这个位置 没带冲动的 蓄力刀赶不赶得上 没交蓄力刀 过板刀 没打中 成材 两个镜子已经躲掉了 抽刀抽中 手里面有飞轮 有跳球 还能玩 前期的签字做得非常好 一个杂技 告诉我们该怎么溜 红夫人 大家也可以看到 这个球该怎么交 就你跳完这颗球 你得是有机会进交互点才行的 你要跳完球 没机会进交互点的 你虽然躲掉这个镜子 但是我红夫人切过来 该带你带你 三台 这样的话 等于说是四个镜子 四个镜子 骗想骗个飞轮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个精神 你要是飞轮 你要是闪现 你老早交了 哎 这四个镜子 还不一定有机会击倒啊 兄弟们 这波 这波 还有飞轮呢 还有飞轮呢 这个飞轮 如果说捏在手里面 还能溜 再进板子 跟你绕 再割 蓄理刀飞轮 好 再补 好了 终于 终于 2分18秒 五个镜子 五个镜子 人挂上 前锋 已经可以在旁边 讲道理 这个时候前锋 撞救 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如果你是精神 那么我这边撞 撞晕你以后 等一手防你一个精神 打我震慑 就这波撞救 是为了什么呢 为了逼你技能 直接拉球过来 也行 拉球过来也行 把这个技能先给逼了 救下来 好吧 已经 好像 稳稳的私人开门战了 稳稳的私人开门战 等到薄命结束 应该是差不多 机子刚好亮 机子亮 杂技的话 看点位 看点位 他应该是想通过这波加速进鬼屋 红分捏着镜子 这个镜子不能直接交 你得等加速结束 直接抬吗 这么堵 这边有地窖 要命了 这边有地窖 切船 抓律师 鬼屋后的地窖 律师倒是还真走不了 律师面对红夫人 那这教导主任来了 这律师瑟瑟发抖 看着手中的作业本 对吧 昨晚作业没写 就教导主任过来了 杂技属于 律师属于是乖孩子 我这边教导主任来 完全没办法的 杂技他属于问题少年 那么手里面带球的 还有滑板的 不走了 想打 64秒的挽留 还想打吗 这边通缉到的是杂技 抬镜子抬到的是心理 但是心理手里有个飞轮 这架三跑不够 要保镜胜得四跑 有飞轮 心理是走了 这杂技怎么 这一刀属于是 对吧 有心摘花花不开 无心插柳 他成阴啊 律师先走了 律师先走了 律师这边还在翻箱子 杂技的话 这边是个二挂杂技 侯夫人这边似乎 知道你们可能还会来打 我先把人挂远一点 这样的话你们真来打 我还有机会 通缉到了这边的律师 但律师手里有个护臂 有个护臂 镜子抬了 挽留结束了 前锋来了 护臂跳走 心理也过来 吃一刀 然后帮忙掩护 扛刀 前锋回旋球撞 红分是有传送的啊 这波红分有传送的话 前锋是个半血 杂技是个半血 律师这边传送 等镜子 不着急 等镜子 完了 能留人吗 能留人吗 来 来 留留留留留 留一个 前锋还留球 前锋还有球 前锋还有球 哎 哎 哇 凯 地宝都打笑了 好吧